她感情真挚 曾在电视中对一个人一见钟情 那么真正的相遇 又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 她说了 来天仙她都不见了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 你心里是开心呢 开心呢还是开心呢 本该牵手的她们 却在她的出现后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选择舞台总是瞬息万变 面对爱情 他们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最终谁会牵起幸福之手 敬请关注今晚的选择 今天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看到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哎呀 齐刷刷的 都是帅哥和美女 还有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看来啊 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啊 喜欢这个节目 观众的这个年龄段呢 也是越来越开 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 有多少朋友是单身呢 请举手 一个 姐就您一个单身啊 哦 两 就两 三个 四个 五个 哎 前排六个七个 哎 我就特奇怪啊 钟老师 你说这单身 咱来这儿不就是来找对象来了吗 他们为什么举手都是这样啊 因为男生还没出来的 男生倒是出来就变成对了 哦 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上呢有 四位代驾代曲团 今天呢是代曲团 有四位先生即将登场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他们 您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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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四位请坐啊 这四位好几位都看着面熟 又先生您这胡子 您这发型 先生您好 您是 有钱人吧 老百姓 老百姓您带俩金戒指呀 给我一个呀 就这么定了 来一个 真给啊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两个戒指 是不是代表您有两端爱情 各自留下一枚戒指 一个 一个人去世 爱人走了 所以你把她的带在您手上了 是这意思吗 一人一个 所以其实 您还真别随便送 这是爱人留给您的一份纪念 对不对 对 每天都把她戴在手上吗 对 每天 就因为老在我身边而已 我觉得即使您找到了 新的爱人 这门戒指也要好好保留 因为那属于你们曾经的一份记忆 谢谢啊 您今年多大年龄 54 54岁 对 您说话为什么不张嘴呢 您哪里人啊 北京 北京人 咱北京人说话多利索呀 北京人说话才不张嘴的 是吧 是吧 王毅老师也是北京人嘛 对啊 这北京人我觉得说话都口齿很清楚啊 北京男的这样 你叫假狂你知道吗 你干嘛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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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先生 您平时有没有人说您说话不张嘴啊 来着可能有点紧张呢 要我说不是个人习惯 我觉得他就是说话就是这种人 还给您啊 这我可还给您了 大哥给我作证啊 我可还给他了 王老师 您好 您好 您请坐 请坐 王老师 您这站起来是意思 您很高是吧 不是 不是很高 我对您的尊重啊 谢谢 那我也做 看您那网上那个留言 特别豪迈 甘当驴儿趁红花 哎呦 真好豪迈 哎呦 但是我觉得您个确实挺高 您得有一米七八吧 你来猜猜 还准准 王老师 真是 我眼睛睛啊 一米七八 单身 对 您要不单也不能来这啊 对 是吧 您是怎么单身的呀 老伴 去世了 离开多久了 离开了有快三年了吧 所以您特别希望能够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对 您曾经来过这里吧 来过 作为代剧团的三号男士樊富君 在我们2013年3月7号播出的节目中 一登场 便赢得了场上所有女士的强烈好感 他对病重妻子几十年无微不至的照顾 以及对爱的执着 也让所有人为动容 那么再次来到选择现场 他究竟为何而来 又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通过这个去年的扫墓呢 有一个小故事 我给大家说 完了之后呢 我特别爱我的妻子 我感情也特好 完了之后他去世了 我就给他买了一块墓地 碑 完了之后 也爱不得手吧 我反正 我就给立了一个那个什么 那碑上啊 镶了一个相片 去年我扫墓主 旁边有一块碑上 也香了一块 我说香不香 我说我老伴这儿也找着一半 而且也是一个男士 我说他在天堂还挺好的 是吧 也找着半了 所以说呢 原来我也有这种思想 改天不找吧 算了吧 就这么着吧 后来我一看老伴都活得挺好的 是不是在天堂过得挺好的 那么着 我就开始那什么了 活动思想 一听我心里边会震颤一下 其实我们唯悟一点想 人离开了 可能这个世界上他就消失了 但是如果呢在我们的心里 他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中 有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而且您把上面贴了一张照片 旁边有一位男士的照片 您会觉得 他们俩如果能在一起 在另外一个世界中 您也就心里安胜了 对吗 对 听他讲 他对他妻子那一片情谊 他挺重情谊的 二号先生您好 你好 咱见过多少面了呀 是 您不是部队的吗原来 我是部队的 对啊 当个兵 对我听说您可能干了 一般嘛 您想选择什么样的 回顾了 我想找一个北京成绩户口的 身体健康的 性格开朗 嗯 干净利落 很好 让人生活 很好 有爱心 妈呀 您再 您再说几个 我怕您找不着啊先生 您这要求太多了 哦 这没什么很正常 我感觉到 是吧 好 您自己是哪里的户口 无不良嗜好着 您自己 我北京户口 啊北京户口 嗯 好 您有独立住房吗 我有房 但是现在儿子跟我住在一起 嗯 将来呢 将来儿子正在准备买房 好 事实上中 要求挺高的 因为什么他自己现在跟儿子在起住呢 反正他要找北京户口的 找女人有单独住房 那有点不太 有点难 来一号先生您好 您好 您也是 您也是第二次来了吧 呃 我是专程来看老朋友的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上次我记得您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嗯 好像您 您经常要到处旅游是吧 呃 还在进去 呃 您是 原来做什么职业来着 呃 北京教育学院 嗯 是一位老师是吧 呃 戴曲团的一号男士李红柯 曾经在我们2012年3月26号播出的节目中一登场 他儒雅的外表 以及他的情感经历 就让所有女士为之疯狂 呃 走过了欧洲 亚洲 呃 还有澳洲 十多个国家 二十多个城市 然而为何他却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再次来到现场 他最终能否牵手成功呢 其实您的热线特别多 为什么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嗯 我也特别奇怪 运气不好吧 运气不好 嗯 嗯 那不会 我觉得您就是一直等着呢 没准今天就能等上了呢 我希望 我希望好朋友帮忙 运气会来的 那我有印象 是不是那个那个那个大学老师哈 对 嗯 看过那期节目 您对那位大学老师印象怎么样 嗯 他不错 但是 嗯 我我我 我 没有心动 三号先生 您看这么多节目 您有自己印象不错的吗 有 有 叫什么名字啊 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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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女嘉宾您姓谭吗 不姓 来 推下话筒 二号女嘉宾 您好您姓什么 您好我姓李 三号女嘉宾您贵姓 您好我姓丁 四号女嘉宾您贵姓 哎 您好我姓郭 没有姓谭的 您会不会好失望啊 不失望 为什么 来了 来了 哪呢 观众席坐这边 观众席有姓谭的女士吗 请起立 肯定有 哎呀 您眼神挺好的呀大哥 哎呦 他就不说我都觉得他应该姓谭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他俩长得多像 那个什么 你看他的牙 我说你转过来 你就 我就我就回头一看 我说那肯定姓谭 你看他你这样得笑一下 笑笑笑笑笑一下 别笑我笑得挺快的 那你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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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贵姓 我姓谭 确实姓谭 是 您全名叫 谭虹 哎呀 您见过这位先生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他只是在电视上看到您 对 眼泪要露出来了 没没没没 来来来来大哥过来一下 这位是您喜欢的那一位吗 对我从网上看了 好请站到我身边 您看他一说话 他为什么眼泪快流出来了呢 我也不知道 他这一见你就想哭吗 不知道 反正我听了他那故事挺感动的 是吧 刚才这位大哥一说 您就瞬间眼圈红了 是因为您觉得一个人在等待你 你觉得很感动呢 还是今天有点紧张 嗯 还是有点感动吧 嗯 因为我听电脑说好像 说有一位男嘉宾好像是 挺喜欢你的 啊 对 我觉得好像挺意外的 挺意外的 为什么你那么优秀 嗯 因为我没想到吧 而且 当他一站起来您一看 这要个有个 要条有条 除了笑起来 他说比酷 他自己说到比酷难看以外 其他没啥缺点 我其实是想呢 缓解一下压力 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位大姐 刚才谭大姐呢 有点紧张 呃 而且她 上渐的 怎么办 也不得我 憋了 你不得我 不得我 那么 你怎么了 他有岁数他也合适 他俩岁数多合适 王英老师 我确实觉得 你看这位先生 他也脸通红 对 那位大姐眼含热泪 我怎么觉得他们俩 就像失散了多年的亲人一样 找着了 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找着了 这人有的时候 说我喜欢的那位 来了没有 来了 来了之后 他们一般都是在平静的基础上 渐渐地开始了 升温 升温 他们俩直接就半开水了 我觉得第一个 我觉得这位男士 属于那种 怎么说呀 很明白的人 就像他和他这个 我们说这个王妻的这种分离一样 他可能觉得我真的想过踏实的生活了 然后我找的人一定是特别踏实的 而且他在网上看了 他可能会翻来覆去的看 和自己的匹配啊 这个人的这种生活哪个部分感动我了 他说了 是因为他讲的故事感动我了 所以他可能更多的是情感的投入 而不是条件 他的条件 我的条件 我的条件 他的条件 可能更多的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 可能会延续你早年和和王妻的那种 很和谐啊 很完美的生活的一个继续 别着急啊 现在我们的观察室里有情况发生 来 三号大姐您好 你好 听说您喜欢场上的一位男嘉宾了 对 谁 二号 二号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 您起立一下先生 是这位吗 不是 不是这位 三号 三号男嘉宾 说错了 你说你这真是 你说你这个真是 不断的出问题 你忘好了再让人站起来 你就 这对不起啊 我带着栏目组 你倒一下 没关系 这个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吧 没事 这真没事啊 要是我就受打击了 没关系的 这位女士你也是你 这二你不认识二呀 你说 没事啊 没事 中午那个什么 我请你吃饭 庄老师掏钱 行 没问题 请坐 谢谢 来 三号大哥 您起立一下 来 大姐 是这位吗 这位 是这位 大姐 您知道您这刚才一个爆错 对二号大哥多大打击吗 您您喜欢 因为我三号站起来的时候 我没看到他的那个三号的牌 没看出来 您觉得他是二号 对 这个您为什么喜欢三号大哥 因为我在门口没进来的时候 我就看着过这个三号 一眼就看上了 看着还行 那可是他现在他喜欢谭大姐 您喜欢他 哎呦 这错综复杂呀 您您告诉我 您跟谭姐姐比有什么优势 月能比他高一点 幸福可能比他开朗一些 幸福开朗 爱说爱笑 谢谢 也就是说 他47岁 您多大年龄 50 没关系 我觉得年龄大 是 有的时候是长相 是吧 王老师 那当然 年龄大是优势 对呢 您年龄多大了呀 我肯定比你大 你看周老师都哭了 哭什么呀 我不就比你大三岁 哭什么呀 你至于那么自卑吗 我们有一号女嘉宾 已经等了很久了 一号女嘉宾非常的优秀 我也非常喜欢他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您好 小一海姐 您好 您好 欢迎你 您好 王老师 听对一下 认识吧 我的天哪 你好 这是我当年的同事 你说太对了 请坐 我今天早晨 我一看他是山西电视台的 我就在想 跟王导认识吗 我就问编导 编导说不知道 您记着吗 当然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我应该认识你 就是我们没有 就是 我们没有谈过恋爱 这倒是真的 一号女嘉宾张亚丽 54岁 一亿山西人 职业 山西电视台制片人 选择语录 外表坚强 内心温柔的我 希望能够在这 在这儿遇到你 我想知道您在电视台做的是哪一类节目 一开始 我是电台的主持人 文艺员 我的职称是一级文艺员 到了2000年 就到了电视台 到了电视台一开始 就是主持那个社会报告 是一个一档子就是社会法治节目 后来这几年我做了编导 做了编导 就拍那个真实的故事 那个片子 那个专题片 也就是咱们是彻底的同行 是 但确实我到现在之称还是二级播音 跟您还差得很远 有一定距离 做主持人 那个多有那种气质 您从山西到我们这里来 对 专程来录制这期节目 是 大量时间生活在太原的 对 那您要找个北京老公怎么办 我今年就退休了 退休以后 我想在北京或者天津都可以 那您有亲人在这儿吗 有 姑姑姨还有姥姥 我妈我爸原来就是北京电子 电子馆制品 也就是说其实你原来是北京人 对 后来你嫁到了太原 我爸我爸之间三线 这么我去的 您就去了那边 对 现在您想回来了 没办法 没办法 也就是说您希望在北京找一个丈夫 然后呢在这里度过西洋红 对 那我想知道假如来北京的话 您考虑没考虑过自己住在哪里 如果要是有合适的话 我有这个能力买房子 那太好了 我认识一些女士就是说 像这么强这么难干的 感觉就婚姻不是那么太幸福 为什么变成单身呢 离异了 对 就是上次写的 这个说来话长 对 说来就话长了 而且是 哎呀很无奈 我的婚姻其实挺好的 老公是个很优秀的 哪一方面以后都好 但是问题就出在什么呢 婆媳关系没处理好 哦 没处理好 导致了以后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作为播音员也好 或者媒体人 我们相对来说 可能见的人比较多 处理问题应该更好啊 我记得一开始 是我前几年的时候 主持一个社会热线 社会热线呢 就是直接和那个观众打交道的 就是有什么问题 打电话 其中呢有一个观众呢 她是那个女的 打了一个电话 她说她丈夫以后 对她实行家庭暴力 而且呢还没离婚呢 就把家里的东西都拿走了 她去要去的时候就打她 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 在节目上以后 下了节目 我就找了派出所 领着以后人以后编导 我就去了 去了直接以后 就到那一会找到以后 她这个爱人 非常气愤 非常把这个事以后 就给她说了一下 爱解决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就是说 轮到我自己身上以后 我真是 真是很无奈 您觉得 您跟丈夫 前夫啊 关系是很好的 对 就完全最后 因为婆媳关系 什么这样的事件 可以告诉我吗 我前夫吧 他是一个医生 他是医生呢 是口腔医生 我呢 以后就为他开了一个诊所 诊所办的以后相当好 光那个椅位就六台 各方面以后打理了以后 特别好 这个时候呢 以后就是说 那个 他妈 他妈以后 就跟他以后 就是好像是 有点有点 那个什么了 对这个钱 就开始就是 挣了钱以后 反正以后就嘱咐他儿子 不要给我 就在这个事上 我非常恼火 非常恼火以后 我就跟他妈说了 我说 作为一个家长 这孩子以后 这样以后 我说不好 当时我跟他说了以后 就是说 言辞有点激烈 妈妈记仇了吧 对 就这个事上以后 就开始就不行了 不行了 让他儿子以后 就跟我离婚 他儿子以后说 那也没办法 我觉得 他婆婆有点太强势了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转年 所以我觉得 应该轻易做家长 轻易让离婚 这个 我也不理解 那你为什么会 特别难过呢 修到这样 不知道 可能同命相恋吧 我不是婆婆的事情 离婚几年了 一二年半的手续 那其实我觉得 一二年半的手续 是 分居是 那个 四年了吧 婆媳关系 应该是 在我们身边 是比较多见的 一种 家庭结构 那对于 这位女士来讲 我觉得 这个 虽然我对她 这个曾经的记忆 只是她出境时候的 一点点记忆 但是我相信 这是一个 能干的女人 就是 永远不指着 男人给她带来什么 而她永远希望 这个造就 别人什么 刚才您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您说您给她开了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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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您是感觉就婚姻 不是那么太幸福 我对这位姐姐啊 雅丽姐姐我挺了解的 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 大家想她这个54岁啊 也就是说她工作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在80年代 对吧 80年代 一个播音员 和现在的主持人 这感觉可不一样 对 尤其在一个小城市 因为我也小城市 我也做过广播的播音员 就是大家会 就是她其实是挺 瞩目的一个职业 那个时候啊 所以呢 她在内心中不由自主的 就会有一点小小的优越感 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 绝对是有的 因为我会觉得 我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但是到今天为止 这样的小小的优越感 可能一直在你内心 你是骄傲的 内心给自己的自信是很多的 所以你不愿意低头 在很多时候 你可能不像很多 女嘉宾上来以后 你可能不愿意低头 很多不愿意过多地展示自己 但是我能理解你 可是今天来了 咱就要开始咱的选择 说到这里呢 就要问问我们的四位男嘉宾了 来 您看到你的 这个老朋友啊 各位 对他印象不错的 或者觉得不适合自己的 各自请举牌 喜欢就举喜欢 不喜欢就举不喜欢 共产阅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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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您觉得不搭是吧 好 是不是觉得他太强势了 太强势没黑没夜 给扫帮呗 可能是 一号先生 您的年龄是 六十岁 六十岁 过去是一位老师 是老师 其实我觉得您和这位女嘉宾 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您自己觉得 这位女嘉宾上哪些是您喜欢的 哪些是您可能不能接受的 很聪明 很智慧型的 可能在生活方面会差一些 比如说在生活情绪啊 因为他们这种职业 真的是没日没夜的 我很敬佩 但是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还是会 缺很大一块 谁说的我可有生活情绪呢 真的 您对这个是 这您对他 可于无奈 职业压力 这个没办法造成 我觉得您应该很有生活情绪吧 他无奈 就是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陪伴家人 他现在已经要退休了 他马上今年退休 对 今年就退休了 电视台属于企业了 现在高度运转的那个工作机制 对对 你这很忙 我觉得有距离感 有距离感 对 你这很忙 二号先生您觉得呢 我觉得人很漂亮 也很能干 这职业嘛 也是我很崇敬的一个职业 就是吗 但是嘛 不是北京人 我跟朋友的配不上人家的这个 哦 我觉得他说的一定是心里话 您也会觉得有距离 对吗 对 您觉得呢 先生 您肯定想着我谈解 他那听着的故事反而挺优秀的 不适合我 嗯 就是说 我觉得啊 一号女嘉宾 我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 其实我们 我也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啊 比如说我在一个桌上吃饭 我觉得我挺平易近人的 但是别人都不敢跟我说话 不知道为什么 就比如说我就参加一个婚宴 都是同学朋友 当然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啊 然后坐在一起吃饭 没人跟我说话 就特尴尬 然后我坐那儿不就只能自己吃 你说人家不想跟你说话吗 也不是 人家就可能会觉着 怕跟你说话不搭理他或者什么的 所以每次我吃饭 就我去参加婚宴 我都是很尴尬 我自己坐那儿吃 吃完了谁也不理我 最多过来照张照片就走了 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像 今天这样的状态 明显遭遇的问题就是 大家把您 您在这儿 大家觉得 哎呀我们东西是别的 对啊 是这样 咱们都是挺普通 真挺普通的 是的 没关系 通过我们这个节目 大家有的情绪我们都有 比如说 大家会做的以后我们都会做 您会做饭吗 会 会 家里自己洗衣服吧 对 自己收着家吧 以前有保姆 后来以后没有了 爱旅游吗 爱旅游 爱去哪里 马里岛 法国呀 瑞士 你看姐 你看这个吧 它就的确是有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确实您的生活状态呢 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他们会跟您在一起 会有压力的 你比如别要问我 你喜欢旅游吗 喜欢 我要去相亲的话 你去哪呀 我就谈这色 那个 永和宫 就可能我会这么说 虽然也许我也出去 但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 坐在对面的男生就在想了 哎呀妈 这不得有多少钱 才能带他去那么好的地方 是不是 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没关系 我分手以后 这几年 真是我 我没有出去理由 没有心情 对 直觉 就是人的一种直觉 对对对 很多东西是说不清楚 尤其是爱这个东西 肯定是无端的 爱 对对对 有的爱就好像 这人 大多数人丑的都挺好 有的人 他就是丑着没有缘分那种 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 找到合适的人 我们也会帮您 隆重地推荐 我相信 像您这样的情况 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您 有 好不好 谢谢 这个现在人家都追求 这个什么高端大气 上档次 低调奢华 什么有内涵 对不对 咱都赞了 好事 好事吧 那您送送你的老朋友 这边去 我真的上去以后挺紧张的 虽然干着新闻工作的以后 但是这样的场合 我上去以后还是挺紧张 今天呢 我觉得这以后 场上的几位男嘉宾 还是都不错 尤其是我觉得看好的 就是那个一号 挺好的 各方面的条件 什么挺什么的 他说我是 比如说盖着工作以后 没有工作情趣 没有那个生活情趣 我觉得这一点以后不是 其实好多人 对我们这个行道以后 还不太了解 我们其实生活大中以后 情趣各方面 给大家是一样的 一号先生 我确实觉得跟您 其实挺合适的 我一直认为 这位女士如果跟您在一起 应该挺好的呀 我原来连交往过这样的状态 真的是没办法 什么时候 有空他就会来个电话 我什么时候打过去 都是关机 他都不能接电话 就和你们在台上一样 刚开始 还可以 后来就觉得 因为你想找一个人过日子 在一起 对 一定要有时间 有时间 这个特别重要 但是我特别不理解 一号大哥 就人家这位女士 不断地告诉你 我已经退休了 我有的是时间接电话 然后您说了 参照我以前交的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 肯定是在上班的状态中 那她没有可比性 你为什么要把它叠加在一起 他们退休以后还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如果我不干了 我特别像您说真实的话 如果我不干了 我啥都不干 我还得结婚了 我也没事了 对不对 我就到北京来了 我什么都不干 我觉得我有这种惯事 惯事 就是先入为主 就我觉得这种 他们实际上 它也真的很难停下来 他们是停不下来的 我特别为什么 一直在问您这件事 其实并不是说 您和一号女士是否匹配 我更多的是 看到您的个性 就有可能 您未来的生活中 您希望以您为主调 另外一个女士呢 为这个配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特别希望 您能够真实表达 就是我特别希望找一个 怎么比较温和的 然后呢 和我的兴趣差不太多 然后我们两个人呢 我不需要什么改变 是这样吗 是的 他们就有点 找不着感觉 怕把握不住 我说的不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是 这好多东西 就是一种感觉 很无端的 这样啊 在这个二号女嘉宾 即将登场之前 我想问一下 三号大哥 这个您一直 不敢往那看 为什么不看 有没有眼睛跟的 你会给人瞧 瞧 瞧什么了 别别别别 就是不公众了 别解释 庄老师 这什么原因呢 简单的一句话 这中间有电 怕电 我特别想知道 您是特别希望 看完四位女嘉宾呢 再选择呢 还是赶紧找个机会 先跟这位女士聊聊 听我选择了 对 不见了 谁都不见了 我 女嘉宾 她说了 来天仙 她都不见了 您失望吗 失望 第一眼 我就在门口 看着 见着过她 我那个姐姐 她至少也应该 在台上 就是见见你 没准 她跟你也有眼缘了 是吧 人家是提前 都相中她了 再一个 她又是 说句实在话 她也比我多 因为人是 北京市的户口 我是黑龙江的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 您心里是开心呢 开心呢 还是开心呢 开心 开心 您会不会 也不太敢看她呀 这半天 也没有 也会 会看 你会不会觉得 她还不错呀 还可以吧 现在看还可以 因为不了解 你愿意跟她了解一下吗 可以 你觉得是 马上就聊一下呢 还是过一会儿呢 因为我刚才在后面吧 我觉得四位女嘉宾 也都挺优秀的 我觉得这样她来了 我觉得可以让她看看 人家说不看 人家说不看 还想让你都见一见 就是你见 你见吗 不见 不见 见吗 不见 你别后悔啊 不后悔 装带到 带人 三号男士 樊富君 对谭红女士的 这份情感 坚不可摧 从这个演员啊 外观也没累型了 是吧 我选择反正 那个 所以说我就关注什么 我不知道 那个您的那个 对方的选择的那个目标 是相同的呢 还是互补型的 还是各方面的要求 这个另一半的要求 是什么 我觉得肯定也得有 对 共同的爱好吧 是吧 也是兴趣相同 但是你说互补呢 我觉得人的性格 可能就是这样 互相的都是 我觉得生活当中 好多东西都是 相互迷惰 就是说 我觉得男士也是 能容忍 再就是能有 担当 对 能有担当 能有家庭的责任感 那么在接下来 彼此的交流中 谭红女士又会做何感想 究竟能否被 凡先生的这份真情打动 两人最终牵手成功了吗 这个二号大哥 身边人家都撤了 你会不会觉得 有点空落落的呀 没有 没有 您看看观众 喜欢那么多美女 您就没个喜欢的 有 有啊 妈呀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大哥 老家山东的 后来部队嘛 然后转业就留在了北京 然后户口呢 也在北京 我特别喜欢当过兵的人啊 而且他在部队 还是非常 就是非常好的兵 所以 就是他身上有很多优点 做事一丝不苟 然后非常认真 然后对人对事 特别诚恳 你喜欢男人吗 不好意思 我还不太忍受 哎呦 我天呦 不好意思 这庆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凤霞 我今年48岁 我是北京人 我是一个古琴老师 这就是我在给学生上课的地方 这个教教古琴的一个教室 来到选择呢 我是希望能够找一个能与我心情相惜的人 我平时的生活呢 就喜欢琴棋 书画 茶 您谈了多少年了? 我从2000年开始学的 您会不会也很喜欢茶道? 家里边开了十几年的茶馆 是北京最早的茶馆 这是我的茶馆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一直梦寐以求想开一个茶馆 尤其是一个琴馆 我那个一直都特别喜欢中国的这个古琴 因为这个琴是这个四季四美之首 比如说说的这个琴棋书画的这个琴就指的是这个古琴 然后我收藏了二十多把古琴 那您节目中带去的古琴是哪一把? 就是那边那一把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弹一首什么曲子? 弹一首《梁霄饮》 就是它的那个意思是 很好的夜晚喝杯酒是这意思吗? 对 一群文人雅士在一起品茶 作诗弹琴的美好景况 太好了 我怎么觉着 我现在想回到了大观园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美的一首曲子 我发现古琴 它很有意思 它好像是那种 我觉得可能是我认识的乐器中 最余音渺渺的一种乐器 我会觉得 这确实需要有一定雅性的人 这估计要像我们这么浮躁的人 那也不一定 肯定不行 你像我们要浮躁呢 就看曲子 你刚才弹的这叫什么 梁萧尹 我给你来一首随便饮 行了 我啥也没听到 你的感觉还不错 这个我觉得这有够急躁的人也可以谈 修心仰性质的又有亲戚说话 其实刚才我们听这鼓琴 我确实在觉着 您一定要找到知己才可以 是 因为你看您走上来的状态和什么的 我觉得它要没有一定的品位 配不上您 谢谢 自己创业会很艰苦吧 是 最初自己开茶馆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难 非常难 通常茶馆得扛 至少得扛一年 就是这一年挣的钱还不够交 交房租是都交不了 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 所以就坚持开茶馆 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个熬不下去的时候啊 有啊 但是就是坚持 就是忍耐 确实自己干什么以后都不容易 跪在坚持 我都是自己单干的 像他说的就是刚开始就是成 刚开始特别不容易 中国呢是一个茶文化的国家啊 或者说那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文化之一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包括我 我是很喜欢喝茶 但我其实不太懂 但我比如说我只知道 哎 这茶不错 别人跟我说 哎呦 这茶特别好 你千万别送人 哎 我一喝是不错 但是仅仅是这样而已 对于茶的了解 其实差很多很多很多 在您的茶馆中 会不会也经常有一些懂茶的人来 我特别欢迎懂茶的人去 只有懂茶的人去了 然后我才特别愉快地 跟懂茶的人一起分享 好茶 心情特别愉快 那我就在想 您的前夫会不会不太懂茶呀 不 他特别懂 那你们不是志同道合了吗 我就是我实在是不想说这一段 他有点奇葩 奇葩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我猜猜啊 他就除了懂茶以外 其他什么都不懂 凡是玩的都特别的懂 我明白了 他只会玩 他也就是说 他会玩 你会干活 对 我就是那个跟牛似的 然后在外面挣钱 然后回到家 还得回作家 明白了 您是懂茶 他是那个懂茶 懂茶 懂茶茶 就过去了的 我已经想了 那过去我就只讲到这儿 就不讲了 我明白 也就是说 其实您过去的婚姻生活中 挺委屈的 嗯 婚姻来说 一个人以后 就是靠两个人支撑嘛 你一个人不支撑了 这个婚姻以后也不行 也维系不住 您弹琴的时候 我会有那么一种感觉 您不食人间烟火 男人看人家害怕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感觉 是您追求出来的一种东西 您觉得女人应该是那样 其实您想 这么多年 您是做商业的 把生意做起来的人 其实是和钱打交道的 脑子里每天都在算 这个进那个出 这个进那个出 应该是多少钱 咱们说句不好听 这是最俗的事情 而因为这个最俗 与你骨子里最想追求的 大雅的东西有冲突 所以您就往另一个方向 两个方向都走到极端 您事业有成 然后大雅又坐在这 让人觉得 不使人间烟火 比如说您刚才的话说 不想提前一段回音 您并不了解男人 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您只想做一个完美的女人 然后找到一个完美的男人 跟你来一块 所以取高贺卦 有时候我们得往回退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 有好多东西以后 和柴米油烟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说她追求的这一切 我觉得好像跟夫妻 夫妻生活 夫妻的婚姻有点远 其实您刚才一上来 我会觉得我有点失误 我不应该让您上来 就谈古琴 这东西吧 就把人给吓退回去了 您明白吗 其实我应该让你展示更多 你性格中的东西 可爱的地方 就是因为 她用了一个词 我觉得还是对的 取高贺卦 就是能够欣赏了古琴的人 本身就很小一部分 本身就 现在节奏那么快 大家都多浮躁啊 我恨不得 有房吗 有车吗 全是这样的生活状态 突然出来了一个 出于你而不染的 这样的一朵荷花 然后就会让我们觉着 得什么样的人才能配上您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这个道理 而且你能静下来 这真的是个优点 说实在的 我家里头有电缸 我家里头有手风琴 我家里头放的七八件乐器 我真的发誓 我从来不碰那些东西 按理来说 你回家 你静一静 你玩玩乐器多好 静不下来 对 就是说 人能静下来 这是个优势和优点 对 而且作为一个能静下来的女人 她在这个商业领域里头 转来转去 她还能静下来 这是优点上 加优点 所以说千万别以为这是缺点 继续谈古琴 好 二号女士弹奏的琴声 还久久的回荡在耳边 而此时 带曲团的三号 樊先生与谭红女士 也回到了演播室现场 那么通过短暂的交流 她们会不会碰撞出爱的火花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刚才那么好听的古琴 您没听上 是吧 遗憾吗 没事 我每日我使这围机看 我看点事没人来看 是吧 聊得怎么样啊 我想不错挺顺畅的 没想到好运来得这么快 对 努力嘛 根据您判断的这个顺畅 多长时间就能进入 就能谈谈恋爱了 谈婚论交 现在先沟通了 来 姐姐您好 刚才跟这位先生交流了一下 聊得怎么样 还不错 先生是位挺直的人 有什么说什么 这样好 您觉得会不会今天来这不错呀 还可以吧 我倒是觉得 如果俩人都觉得好 就往前努力推进 好不好 好吧 请坐 您好 介绍一下您这位姐姐 是我的妹妹 不是姐姐 然后我们是好朋友 也是我的那个闺蜜 还是我的古琴老师 是亲的吗 不是 我是好朋友 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她那个外表 那个典雅 端庄 大气 为人呢 特别真诚 很真诚 然后很善良 对人呢 处处都是 处处为别人着想 我们经常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是单身嘛 所以经常一起喝茶呀 那个弹琴 去爬山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真诚的希望 我的好朋友 我的古琴老师 能够找到一个 真心相爱 能够牵手 走过一生一世的爱 是的 可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刚才我那个哥哥说 谁是单身 您为什么不站起来 没这个勇气 还是您不喜欢他 我没这个勇气 姐姐 您还是来太少了 您来得多了以后吧 情况就会转变 您瞅我这姐 你瞅我那哥 是不是啊 这就连上了 我这紧挡着 要不然 你知道我现在 多大的风险吗 那垫 啪啪把我垫的 我的紧的朵 知道吧 好运的将领来自于 勇敢的一次参与 这种场合和别的 以后不一样 和自己的幸福 息息相关的这种 人们都比较重视 在重视的同时 他也是真实 一重视了对那个生意 以后他就比较紧张 我想我上去 可能也会哆嗦吧 这个一号先生是一位老师 您对一号先生 印象怎么样 一号先生很优秀 真的很不错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 心动的感觉 就是您还没有 找到那个 哇 这样的感觉 我相信爱情 我一直 很相信 当然 我觉得来这里的人 都是相信爱情的人 我就是觉着您生活中 跟朋友也是这样说话吗 这么点声吗 我没有底气 为什么 说话就是这样子 很羡慕他这样的状态 其实我一直特希望 自己能变得女人一点 但是呢 你看我这手 一拿出来 他们都说像鸡爪 别拿出来 我在看人家的小指甲 插插描的哈 然后呢 你再看人家的那个耳环做的 然后人家的那个 嗯 对 哎呀 我就觉得我沉不下来 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 彻底是两种人 但是我觉得 他不是说一开始 他就是这样 他是经过多年的修炼 一定是他经历了 特别多艰难的事情 才让他变得今天这么豁达 所以我倒觉得 这个女人现在 已经变成了 我们曾经有一副中国特别著名的对联 说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 笑世间可笑之人 他可能现在有点这个状态了 所以我觉得 您就去 好好地等待另一半 展示好自己就可以了 好吗 好的 掌声换送一下 二号女嘉宾 这边 今天我来到这儿 心情非常激动 非常好 因为在家里边 也每天都看这个选择 这个栏目 然后我希望能够通过你们这个栏目 能够找到 就是我的那个知音 那您觉得 场上来得多好 还没有心动的感觉 来吧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三号女嘉宾 丁娇英 五十岁 黎毅 黑龙江人 国企退休 选择语录 希望遇到那个 看着不腻 听着不烦的人 共度每一天 手怎么冰凉成这样呀 对 就是紧张有点 你看这面这四位 哪位最帅呀 哪位都挺帅 三号已经有主了 就别看了 我看到了 三号 你勒了什么呀 太不容易了 您这腿还在哆嗦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哆嗦什么呢 我这来到北京 这几年吧 就是始终看着这个节目挺好 挺喜欢这个节目 但是没有勇气报名 我姐给我报名 那你为什么会抖呢 你自从叫完庄老师 你就开始抖 庄老师长得那么残放吗 我觉得这位大姐 她和前两位的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是她的性格 特别爱笑 我觉得是 我挺喜欢爱笑的人 你生活中是不是特爱乐呀 对 这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 吵架吵得就能吵乐了 在北京待了多久了 04年搬过来的 那也十年了 09年 不是您到底 我特紧张 又说错了 09年搬过来 搬了四年了 二号大哥 想想办法吧 我觉得你俩 挺像两口子的 二号大哥呢 昨天我们见过面 你们俩在哪儿见着的 让我们来拍节目见的 在我们办公室见着的 我还以为你们俩在公园 见着的呢 没有 面这么帅哥 他能看不上吗这是 不是我就怕着 二号大哥特别优秀 然后我有点配不上 对不对 关键您一开始 为什么喜欢三号呢 三号我那个 我跟我姐 我们在门口时候 就见到过三号 你选三号 你就给得罪那姐姐 刚才手里还拿了个棒子 后来没了是吧 男嘉宾二号挺不错的 有当兵的经历 这个人还是看着以后 挺有担当 为什么变成了单身呢 就是感情不合 反正感情基础也不好 过的时间短一些 经过别人介绍 赏婚了 我就是婚必定是一辈子的大事 应该是慎重的 反复的以后这考虑考察 他没有责任心 再一个他就是说交易舞 跟别的女生今天跳交易舞 你是特别烦会跳舞的人呀 但是我不烦 就是说得有识有赏的 那他当时跳到什么程度呀 跳到程度就是家不管了呗 您后来知道他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女友了 但是跳舞那一个人始终是那一个 但是走到那一步没走到那一步 那咱就不知道了 后来他们俩结婚了吗 没有 他现在再婚了吗 再婚了 没有跟那个人结婚 没有 是您提出来离婚吗 我提出来的 他愿意吗 不愿意 为什么 最主要原因就是可能是有个房子 谁要是提出来离婚 可能孩子归我 他就是捞不着那房子的 他就不提不提以后我就提出来了 婚姻里他有问题 他就碰着这么一个机遇跳舞 他可能以后就出现了以后这个 对 我觉得你这个分析的很很很到位 离了婚以后 姑娘他爸一个月给一百块钱 也就是怎么说呢 自己就拼命的做点面点 做面点 嗯 所谓的面点就是蛋糕什么的吧 蛋糕什么的 就那些个桃酥啊 生的 是自己有一家小店吗 生的也做 熟的也做 就是有个店 对 小店你每天要做多少桃酥啊 那些东西 吃了多大面嘛 多少斤的面啊 一大五十斤 那就是五六百斤面啊 对 因为我知道那个 很多做面点的 其实很累啊 又埋它又累着 马上都是面 每天几点上午上班 这个是个人那个住屋的小店 就是有人要活多 就晚年打夜班呢 反正不打夜班 说是早晨七点半 到晚年五点半 那些年您就是稀里糊涂 忙忙碌碌就过来了吧 对 也就忙碌碌碌过来 等着孩子 零六年开始就到北京了 嗯 他到北京 在这边出了朋友工作 感觉到就好像特别 得自己回家特别恐 我觉得这以后好多以后 咱们都吃这个亏 就是自己太能吃苦了 太能干了 真是 金银婚姻也是一种才能 对 你没这个才能以后 你也经过不好 有别的才能以后 就把这个才能 导致了以后 哎呀 刚才你说了 孩子那么小 然后我一个人独立抚养他 然后靠什么呢 可能这时候 你找到一个生意 你的娘家人都在帮你 一起干是吗 对 之所以您觉得这么多年 没有那么多的孤独和辛苦 是因为有姐姐妹妹 可能一起干 其实这就是一个有爱的家 所以往往为什么那么多年 都没有去寻找另一半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温暖了 那么今天呢 孩子又不在身边 那个寒冷可能就更加寒冷 那么到了北京 可能你看选择队 你可能有影响 所以你想在这个舞台上找一个 那我也特别想问您 找什么样的呀 就我们二号大哥特别会跳舞 是吧 还特爱跳舞 还跳得特别好 刚才您也说我有点紧张 后来你说了 我不反感跳舞 我也喜欢看跳舞 是这样吧 对 过日子 对啊 你得告诉我们 有时有赏的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就是 男人得有执任性的 我觉得大部分男性 比较喜欢 就是这一类的 我觉得女生 他比较示弱 好找 这是一个 可以直接告诉一个男人 如果你找了他 肯定家里头 里里外外一把手 这你都不用去考虑 只要你能让他看到 他曾经从来不希望有的 那种男人的状态 你只要能够心属他 他就能跟你 或者说他就能把那个心 掏出来 剁吧剁吧给你吃了 他是这么个女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是受过大罪的女人 如果哪位男人 觉得他的外表和气质 你喜欢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 很容易被温暖 他的心很容易被救活的女人 我觉得王老说的 就是95%都对的 但是我就是说 一说话爱笑 我笑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 好像让人别人一瞅 就是没有苦恼 没有啥 日子过得很顺心 很那什么的 但是内心 不是那样 好 那我们问一下现场 我想问一下 一号先生 您觉得这位女士 和您合适吗 不是特别合适 二号先生呢 这位女士长得很漂亮 个也有 身上也有 但是我感觉我们俩不太合适 好 三号先生呢 我不选 不选了 就盯着台下那位了 对 好 那咱休息一下 好吗 好 欢迎送一下三号女嘉宾 上场我感觉今天 好像是表现得不怎么太 还有点太紧张了 三号看他感觉挺好的 挺爽快的 但是他是奔别的女的来的 这次要是选择不成功 下次再来选择 好 掌声有请四号女嘉宾 太紧张了 一看您这个择偶的道路上 就是坎坷比较多 比较容易摔倒 四号女嘉宾 郭丽群 47岁 黎毅 北京人 国企职员 选择语录 希望能找一位 可以彼此信赖 彼此尊重和宽容的她 共建美好家园 今天来到这里 要开始您的新生活了 是不是也是下了半天决心啊 是的 其实我能理解啊 就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最初都特别紧张 特别是北京人 为什么呢 因为咱的同学 同事都在电视机前看着呢 足了很大勇气 是吧 您对我们这四位男嘉宾 都印象怎么样啊 挺好的 都挺好的 您对哪位印象最好 没有想好 没想好 你是不是对他们都不太了解呀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来采访一下 一号先生 您是离异吗 是的 什么时候离异的 两千年 能简单说一下原因吗 情感距离比较远 互相了解不够 生活那么多年还不了解吗 不让你了解 你就了解不了 为什么 不沟通 后来是您觉得实在没法过下去了 是的 这离婚这么多年 已经53年多一点吧 对 您有找过新的女朋友吗 从09年以后开始 09年之前带孩子 孩子是您在带吗 是 是的 男孩女孩呀 男孩 那一般孩子离婚啊 都会跟妈妈 为什么孩子选择跟您呢 不是孩子选择跟我 是他妈妈因为特殊原因 所以就又回到我这儿来了 是不是妈妈有新的家庭了 对 而且很快很快 时间很短很短 多长时间 走了八天 之前可能就已经 这属于出轨 定时 对 没那么迅速 再闪也没那么迅速 之前就有联系 然后就早就出轨了 所谓的不交流 其实人家就不愿意跟你交流了 后来明白了 就离婚的时候 您并不知道这一切 离婚的时候就知道了 很多年不交流 我就很苦恼 现在你的前妻跟那个先生在一起吗 不确切的说 可能不在一起了 因为情况不是特别明白 不是特别了解 儿子跟他联系多吗 很多 那难道儿子不会跟你说吗 不说 从来不说 从来不说 好 这是您的基本情况 二号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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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好 郭女士全力支持前夫出国深造 然而这份等待却是郭女士无尽煎熬的开始 我们结婚的时候一穷二白婚纱照我们没舍得照 这是他去美国的时候我们结婚了十年了 99年的时候照的 照完了就一直挂在床头 对对对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就这么抱着 抱着就在这个屋子里面就这么走 把这个照片拿出来让孩子认这是爸爸 就是这样子我们娘俩相应为命吧 反正就是我们有时候时候 哥爸是我一个人带孩子 后来上幼儿园我上班这么多年挺不容易的 孩子有时候病嘛 我经常跑儿童院 第一次见到孩子他疼爱孩子吧 他一直很疼爱孩子 非常喜欢 一岁半的时候见到 后来你有没有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 去过一次 去过有四个月 那四个月好吗 很美好 这可能是你跟他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四个月 一直以前对我还是不错挺好的 挺知道疼人的 但是后来因为那个生小孩孩子 没有跟他身边一起长大 所以而且他就是一直是属于工作狂的那一类 就是对家庭这块就是忽视了 也忽视了对我的感情 这样慢慢的走远的 他是不是也得过一段时间得回来了呀 对对对 是他是一般一年多回来一次 不是我就说工作该调动回来了吧 对那会儿我跟他说来着 我说我说那个要不然呢 你就把我们娘俩带过去 要不然你就回家回来 就是一个目的团聚 但是后来他也是在工作当中遇上了一个人 是美国人吗 中国人 是美籍吗 他俩都有身份了 对所以我就在想 他可能想留在美国了 对 那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你并不知道 你还在家里边山海的等着 其实人家在国外已经过上日子了 是的 是的 就是挺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9年 你怎么知道的 孩子过去一次 然后我在上班 而且他08年的时候回来 就明显的就是不像以前的感情了 就是能看得出来 很冷淡对你 对非常冷淡 而且没茬找茬 这感情以后还是不牢固 一旦分开以后这种感情有淡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以后 他有孩子 这个有孩子以后 这样以后就是说 又来拍播 09年孩子过去看到了一些事 对 是 孩子会跟你说吗 就是说了一点 孩子跟你说有个阿姨在那里 对对对 那他孩子去他都不避一下呀 这就是我觉得对他有看法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也很不正确这么做 当时好崩溃吧 非常崩溃 婚烟的变故让郭女士无论如何也不能承受 然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还不止郭女士一个人 她的母亲更是难过至极 编导在前期采访中电话联系了郭女士的母亲 老人对我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回他有这些事以后吧 哎呦 简直就晴天霹雳呀 你知道吗 他就好像从我的心里头啊 就奋出去了 嗯 你知道吗 他从我的心里头啊 连我的心 我听说你也把他当儿子似的是吧 哎呦 所以我当儿子啊 你说实在的 我这些人就活不了的事了 嗯 因为我没想到有这样 因为结婚这么多年了啊 他没转家这孩子 是他们这个孙子 从怀孕到生 一直就是我个陪伴 希望我的婚妮呢 你就是从心里头把它撂去 然后找一个 你互相尊重 互相那个包容 那样的 过好这个下巴 我其实 就能感同身受 因为我知道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可能所有人觉着 这不是说十几年吗 但是这里边 一会儿 基本上 就会找到 那就是 他就是 这不是 我 能每个人都 还看不到 这就是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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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发现我是一名游者和当地的那种留学的人 或必须能生活一段时间心态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 我再去多少个地方我不会想我要留在这里 不会的 我只是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 哎呀 这个挺好的 那个挺好的 哎呀 这个不如我们的 那个不如我们的 我只会这样想 但是留学生们和去那工作的人不一样 他要适应那里 他要觉得我立刻要适应这里 我要适应这里的生活 所以他必须通过最快的速度跟那里的人融合在一起 转变了一些生活习惯 于是就变成跟您的习惯慢慢的分割了 而我是一名游者 我不用转变习惯 我不习惯的 我不用习惯 我明天要回家了 无所谓 所以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在那里待了那么多年 我看过太多的华人 在那里 其实他们有一份生活 可是他们的确在国内呢 可能有妻子 可能会有丈夫 但是他们在那种环境中 两个人要抱团取暖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能不分离 真的不要分开 不要把一个人放在国外 放在那么远的地方 环境确实会改变人 真的不要相信 若是两情久长时又起在朝朝暮暮 他真的就在朝朝暮暮 您说呢 王英老师 我给你说一个例子啊 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你的性格中 其实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性 特别不愿意让远在这个 遥远的地方 那个心心工作的这个丈夫 为你操心 那么我有一个同学 你看人家啊 人家也是十多年了 他说他没有一天 这个男人不知道他是爸爸 天天支持他干活 今天孩子有什么事 你得干 明天给我买个什么东西 后来我说这多贵呀 这么老远 北京也有它那不行 北京有 那他干嘛去啊 所以那个男人就说 说我天天这么老远 我每天就跟在家一样 我得当爸爸 问有什么事 今天老实词的 你跟他找个谈话 你得跟他说说 明天什么做题 赶紧去问你爸 别问我 就是这个男人 他一直知道自己有责任 我是父亲 比方说买一些东西 其实都能买到 他说我不怕花钱 他说我就让他去给我买钱 对 让他知道我有角色感 非常 所以他们十多年来讲呢 就是一直就这样 所以那个男人 他不觉得他没有家 他觉得我每天都得为他们服务去 所以有的时候他要强了 而且他这个东西 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 当身边有一个异性出现的时候 他看见这个男的 老在给家里头买奶瓶子 你说你凑什么热闹呢 他也不好凑 他老是一单身状 老是跟庄老师似的 导饰的晶晶晾晾的 准备要找人的感觉 这就不行 对吧 你有什么才艺吗 我念首诗歌吧 好 念首诗还是歌 诗歌 志向树 书庭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灵霄花 借你的高知 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知情的鸟儿 为绿音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向全员 常年送来 清凉的胃疾 也不止向显风 增加你的高度 衬承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 不 这些还都不够 我必须是你 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 和你站在一起 我相信您一定对上一段爱情 是志向树的爱情 结果没想到那棵像树给跑偏了 长在别人家的园子里了 非常的理解 但是我相信 你也一定能找到下一棵 属于你的橡树 好不好 谢谢 好吧 有请各位男女嘉宾来做最终选择 各位男嘉宾 我们要进行最终选择了 放弃选择的 请向后退一步 放弃选择的 你们仨都退了 大哥您退就退 您怎么还抽着口袋呀 工人接紧 工人接紧 就您觉得不搭是吧 三号先生 您愿不愿意试一下 来 你不是说 王老师不是说勇敢者游戏吗 我勇敢一回 好 我们给他点掌声 来来来 王文健老师不是说 这是这边的 这是这边的 那才叫热闹的 我听你的 这回 太好了 热闹 好那开始您的选择 三号先生 您看这么多节目 您有自己印象不错的吗 有 有 叫什么名字 潘虎 刚才这位大哥一说 您就瞬间眼圈红了 是因为您觉得一个人在等待你 你觉得很感动呢 还是今天有点紧张 还是有点感动吧 因为我听编导说 好像说有一位男嘉宾 好像是 挺喜欢你的 哎呀嘛 这故事大的 这太好了 想你了解了解 选择成功 恭喜两位 哎呦 请到台上来 谢谢 哎呀 天哪 这步子就去了 黄黄老师都急了 今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们两位从开始 就似乎只有他们两位 一直在坚持 我希望你们有结果 如果有结果的话 赶紧告诉我们 好不好 但愿如此 好吗 好的 让我们掌声欢送一下 两位嘉宾 谢谢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牢到天长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湖到石头 就算回到从前这人世 我唯一决定 他们都为参加选择 做了充足的准备 王方可中间插话 提问 比如有矛盾怎么办 他的收入超过了怎么办 梁小梅睡觉 为什么呀 就是背这个台词 我向你们 致以革命的敬礼 感谢你们 他的回答词不达意 您这毛衣挺好看啊 满足 只说为了吸引偶像的注意 灯笼姐多漂亮 这个是我的偶像 传奇的绅士 我是三品一一的侯蛋 我那个祖上是给皇上看病 能否为她的选择推波助澜 她为了爱情无奈放手 我让她回去吵得前妻原配 大夫说她随时都有危险会死 选择带您翻看岁月的日记本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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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很久 我想想她结婚 所有回忆 都存在我们的爱情里 这一刻 想了很久